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今天有一個錶迷 問我Citizen的光動冷 因為對上兩隻父親節推介都買不到 另外有一個錶迷 打電話來 但他用了二字頭電話 我打不給他 他說要綠色錶面 一次過滿足兩個錶迷的訴求 上星期有錶迷 看到別的Youtuber 或者網上有些推介 就是講這隻新款 這隻是Citizen的農家像樹 新農家像樹 其實挺漂亮的 農家像樹的八角形標本 對於我的草根家庭成長 我就買不起AP 買不起Wall Oak 我就會選一些類似的款式 其實他都不是完全致敬款 我自己覺得他都有獨特的個性 首先我們數一數 我們先看看外觀 有兩個顏色的Dial 就是他用了一個深橙色的錶盤 以及用了一個墨綠色的錶盤 同樣都好像PRX一樣 它有一個格仔面 標盤上面有格仔面 也是做了放射性紋的 同一個Dial 同一個標盤裡面有兩個紋路 一就是放射性紋 二就是有格仔紋路的Eco Drive 星神的光動能 很多標迷都知道 它是出名的 今天有一個標迷上來 拿星神的光動能 才告訴豬仔 它有一隻星神的光動能 用了二十年 都未換電 是真人真事 每一次 豬仔說的時候 都有 我知道會有標迷不相信 但是你用過就知道 真的 我只說的 我明白的 不相信就是 一千幾百元 標用到二十年 電池不用換 很多標迷 沒試過真的不知道 我告訴你 星神的Eco Drive 為什麼豬仔這麼喜歡推介 就是它真的比Casio 或者比起它同系的Seiko 也好 它的光動能 這個範疇做得特別出色 還有它的CP值 即是性價比值相當高 好了 拿起一隻橙色的標盤 特別一點的顏色 很sharp的一個顏色 它又不會太搶 因為它不是一個很鮮很鮮的橙色 它有深橙色的標盤 你看到它有一個格仔的暗紋紋路 做了一個多邊形的切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邊形的一個不鏽鋼鋼型 你看到它做了一個八邊形的 你看到它為哪個位置 做了不鏽鋼拉斯的花紋 上面就有寫著10 20 30 40 50 60 的數目字 這個做了鋼圈 雖然它不能夠轉動 它不是一個bassel 不是一個潛水圈 但我自己覺得它做鋼圈 就比較高檔次一些 還有質感比較強一些 大家有沒有留意一些細節位 豬仔看標就喜歡看細節位 除了它做了一個八角形標盤之外 側邊它做了斜邊做了拋光 斜咳來做了斜邊的拋光 挺漂亮的 手感也挺漂亮的 做了斜邊的拋光 很有質感的一隻手錶 側邊做了光身 還有拿了橢圓形 挺漂亮的 質感 標腳位置也做了一個零角切角 你看到它做了一個拉絲 一個零角切角 這個做了多邊形的切角 中間做了光身 這裡做了拋光 側邊這裡做了零角切角 拉絲花紋 延伸的側邊部分也做了拉絲 都是做了一個切角面的 我覺得它的層次感做得很好 看到標腳這個位置嗎 就是我現在筆仔這個位置 它做了很多層次感 這隻標的標殼最大的特色 標觀位置就擺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拉推罐 因為這個做了一百米防水 踢了之後 有停秒功能 有停秒功能 也帶有夜光 試一下轉動一下 它的手感很好 很多Youtuber沒有試那個手錶給大家看 我自己喜歡試那個手錶 因為試的時候 才有那個手感 可以告訴大家 試它交時間的時候 它很緊緻 有好有不好 相對性 其實它因為就了美觀的角度 它的標的按照它的標殼的比例 就小了一點 所以轉動的時候會難一點 如果大顆一點就會容易轉動一點 這個我覺得是唯獨這隻標的缺點 就是標觀相對性比較小一點 轉的時候手感就難一點 而且標觀也是它做了光身 沒有做一些牙 變了會有一點滑手的感覺 凡事都沒有完美 不過我覺得整體來說 這個標真的很值得推介 半格的時候 我們調節日力 試一下調節日力 我自己都沒有取得手感 因為我剪了手指甲 我不喜歡剪了手指甲 半格向下轉動 調節日力 你看到日力框放在三點為止 做了白帝黑字 同樣都是有半格調節日力 下半格交易力 好 接著我看到它的標帶方面 做了一條實心的不鏽鋼錶帶 H型拉絲花紋 中間做了光身實心鋼錶帶 很紮實 這條標帶 標扣位置雖然不是做了Double Push的標扣 但也有保險制 短扣得來三個洞 兩顆微條 合格的這個標扣 由於它入門級 就不會做口橋 做了光身薄橋 也有拋光 看看標底 標底都合格 它做了一個螺旋式鎖的底蓋 不是陷入式底蓋 寫著E111的光動能機心 這個待會再跟大家講解一下光動能機心 寫著Stinger Steel Eco Drive 光動能 WR10個bar的防水 Japan Movement 好了 先翻過來 E111的光動能機心 充滿電可以走到六個月 可以走到六至八個月 另外整隻標的總重量有136g 看看野光 時分深加上黑度 上面的點點 野光都非常光亮 很光亮 都清晰易看 其實綠色都很漂亮 綠色的標盤 深綠色的標盤 也是容易配搭三 如果你喜歡特別一點 就可以喜歡深橙色 如果你說我喜歡正常一點 好像今天打電話來問我 希望他看到我的影片 就是一個綠色的標盤 我打不回給他 因為他的電話 應該是打得出不打得入的 好了 整隻標的總重量 他的官網寫是136g 試一下磅給大家看 好了 磅一下重量 就是135.2g 差不多了 和136g 至於直徑方面 幾大 直徑方面 就是40.9g 41m 左右的標徑 官網寫41m 差不多41m 9.9mm的厚度 脫脫到脫到48m 試一下 戴上豬仔14.8g 戴上去也很棒 因為他的腳收了下來 做了一個靈角切角 雖然他有做耳蓋 但因為斜了下來 感覺很貼手 非常之好 我覺得其他YouTuber 都沒有介紹錯 只不過是貪名的問題 我現在掌握了一個 最實惠的價錢 和供應商爭取了一個 父親節優惠 但數量有限 豬仔推介 他的建議零售價 是1890元 香港官網 1890元 外面也賣到134元 有個標明說 賣到134元 豬仔說到牙血也出了 極力爭取了一個超順優惠 只有這幾天 父親節前 6月12日 還有幾天是我們的父親節 父親節優惠 豬仔推介 1098 兩隻顏色都是1098 我手上各有兩隻現貨的 明天各有兩隻 總共四隻 四隻 四隻 喜歡這條影片的你 去WhatsApp給我就可以 打給我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 Citizen Equal Drive 光動能的手錶 龍家八角形的標盤 一個時尚比較流行的 多邊靈角切角的設計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按讚 豬仔 上星期問著我的兩個標迷 希望他今天看到我的影片的推介 這隻銀色的不鏽鋼外殼 配搭了橙面 墨綠色面 1098元一隻 Eco Drive 光動能的 星神新闊 希望你喜歡豬仔這個推介 我們下集見 心動的你 盡快找我吧 父親節 預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十四個呢 我們下集中 就要升 就要買哪些 超級 por十八個呢 後移鑼外殼